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一席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叫陈根远 我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 今天来到六朝古都西安 南京希望能带大家重回汉堂 创业碑林 分享千年碑林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 大家知道在904年的时候 唐朝宗被朱温挟持到洛阳 这时候为了让大家都走 他把唐朝的宫殿全部拆毁 包括民房 木料 福渭和尔夏 这样有一千多年帝都历史的长安 就被移为一片平地 讲到这儿的时候南京的同志可能比较兴奋 因为经济重心马上就要东移了 这时候刘首的节度史叫韩建 他就开始缩建长安城 缩建长长安城 去过咱们西安的同志知道 现在西安的这个成员13.72公里 这是中世纪中国保存最好的成员 这个成员就是在唐长安城的工程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个大小只是唐长安城的六分之一 这时候很多珍贵的碑石 包括保留在唐朝国子建里的《开城诗经》 《红子庙堂碑》 《颜真卿》 柳公全的碑 都被移弃在城墙之外 刘首的节度史韩建就准备把这个碑石往城里挪 但是他干的时间不长他就调到别的单位去工作了 继任者叫刘巡 这个刘巡是一介武夫 对文化事业并不怎么关心 他的手下一个谋士叫尹玉 就给刘巡说 说领导您应该把这些遗弃在郊外的碑石都搬到城里面来 民族伟大的复兴还要靠他们 军法哪管这事 这西边还有敌人 这个文化事业是个很慢的事 慢慢再说 这个尹玉最后想了几天 最后又见到领导说 司令员您还得把野外的碑石搬到城里来 为啥 说您要不把它搬到城里 敌人一来是咱把城门都关上了 但是这一留在城墙外的碑石就直接就是炮弹 那时候有最新的武器是掏石机 就能攻城了 领导说 你咋不早说了 很快就搬到了城内 到了公元1087年的时候 这个碑石再一次搬迁 就搬迁到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这个位置 到今天已经有930年的历史了 在1087年碑林建立的时候 它就是宋代 就是为了保护唐代的碑石和陈列唐代的碑石 这是收藏文物 陈列文物是现代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能 所以西安碑林博物馆应该是中国保存最早的博物馆 这是几张碑林的旧影 其中1963年新建石刻馆的时候 这是把一个十吨重的李渊目前的大犀牛也挪到了陈列室里 这是碑林二展史的一角 西安碑林的二展史并不大 这是中国碑客文化单位面积含金量最大的地方 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小鲜肉就是在下 就像叶贝多次提到自己的母亲 我在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我在咸阳住 当时咸阳到西安还要买火车票 挺贵的 对于当事人来讲 我的妈妈就领我来过碑林 到我大学毕业以后 当然还像我小时候一样 对文化的宝库 艺术的圣殿碑林充满了向往 我三次连续调动 第四次的工作单位就是西安碑林 所以我做到了咱们这个摄影家杨老师说的 我把自己的爱好和谋生完全融为一体 所以现在我给大家汇报 我还是蛮敬业的 经常七点钟我就在我的办公室开始工作 我经常给别人说 这个到碑林工作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不给钱都来 还甭说发工资呢 工资还挺高 碑林的文化体量非常之大 当然 首先它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 在中国的几千年的书法史上 秦道堂之间主要是靠碑诗为流传 虽然还有简读 还有博书 但是主要是碑诗 所以秦道堂之间可以称之为 中国书法史上的碑诗时代 而在这个秦道堂之间 大家知道陕西几乎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在古代的音源社会里 首都市别的地方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这个地方留下的碑诗 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比如说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碑诗 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碑诗就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 七个 所以还是蛮牛的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书法有《转粒凯行草》几种主要的书题 当然碑林无所不备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书法史如果演去西安碑林的这个名碑 将只剩下一堆残编断简 这个是李斯的小传《一山碑》 当然每一本中国书法史都不可以略过 美有两大范畴 一个是优美 一个是壮美 而曹泉碑就是中国秀雅一路 或者说优美一路隶书的中国第一号作品 所以在前几年出中国古代隶书邮票的时候 选了四个汉代的隶书碑 这是其中之一 唐人上法 唐人在书法教育 在楷书 在行书 在草书等等 都有极高的成就 而其中在出唐涌现了四个最有名的书法家 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虞世南 还有欧阳巡 还有楚翠良 还有薛姬 这个虞世南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大臣 他很老的时候来到李世民帐下 他就给李世民说 我认为应该废除干部制度终生制 我申请退休 李世民不让他走 李世民给别人说 虞世南有文章写得好 书法好 对国家很忠诚等等 五大优点 有依于此 足为仁臣而世南兼职 这五大优点任何人有其中之一 都是仁臣中的佼佼者 世南同时具备 他后来被封为永兴公 说当事人看于永兴如白鹤祥云 人仰丹顶 简直是仰望之志 李世民对他也非常尊重 李世民大家知道是中国最英武的皇帝 他的书法也写得非常好 他是于世南的学生 但是李世民书法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就是为阁法不公 就是同是操阁的阁 你比如说大家看这个 这个弯钩写不多好 说有一次他淋了一幅 于世南的字 非常地心手两唱 很得意 但是唯一一个瑕疵呢 就是写到简 山西的这个简称进 再加上同是操阁的阁 这是浮的意思 然后写到这个简 这不有个阁 这弯钩写不多好 是吧 咱高考的时候老师都教育我们 不会做的题 先绕过去 绕过去 接着写 很溜 写完了以后非常满意 于世南上朝了一看 我一看 写得好啊 这咋缺了一笔了 帮他一添 李世民很得意 过了一阵魏征上朝了以后 李世民就多次看了一阵 再看看自己的手机 没有主动收到点赞 很着急 最后说 爱卿 你看我这字咋样 咱也把我讲了面子了 看咋样嘛 爱卿看了很长时间说 天彼所临 万象不能逃其形 您是天子 所有的精微美妙 都不可能逃过你的眼睛 说今仰观圣迹 写得好 尤其简字格法逼真 太好了 李世民都很内疚 所以于世南 去世的时候 李世民给魏征说 世南末后 无人可语论书已 于世南死了 我就再没人能讨论书法了 他这个碑是贞观四年时候 克力 过去的文庙主祭的是周公 配祭的是孔子 到了贞观四年 李世民接受大臣的建议 改成文庙主祭孔子 这个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碑写好了以后 于世南太有名了 史书上记载 车马田急碑下 瞻踏无虚日 人们天天都坐着车马来这踏这个碑 一天空闲的时间都没有 那当然是中国楷书史上的杰作 他的书法 圆荣求义 法度严谨而出之从容 非常不得了 这个断痕大家看看 这个断痕是在1556年关中大地震的时候断掉的 这场地震死了83万人 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灾难 这个是出唐四家之一的楚随良 于世南去世了 李世民很哀痛 给魏征说世南末后无人可语论书意 魏征就推荐了楚随良 说楚随良虽然年轻 甚有法则 李世民是书圣王羲之 步道圣坛上的重要的推手 他当时特别喜欢王羲之的书法 也收了非常多 他的第一个任务就交给了楚随良 你给我把这些都看看 考验考验他 楚随良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 调分履细 目光如炬 做得非常好 李世民很满意说 历生之道不可无学 随良博智深可重演 所以对楚随良非常地赞赏 楚随良以他的学识 以他的忠诚 以他的踏实 一步步做到了脱孤的大臣 李世民在弥留的时候 给楚随良说 我的儿子儿媳妇就拜托你了 然后拉着自己的儿子高宗李志说 当时是太子说 随良无记载 如可无忧 当然 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李世民说的我的儿子儿媳妇 那可不是武则天 高宗就任了以后 大家知道 胸中的火焰又燃烧了起来 想娶武则天 这个楚随良当然坚决不同意 在朝廷上开会的时候 他就给高宗李志说 说天下的美女非常多 是吧 你为啥非得娶先帝的老婆来 这个武则天非常生气说 在幕后听到这以后说 何不捕杀此寥 寥就是那个寥牙的寥 樊犬旁 当然这个楚随良的脱孤的大臣当不了了 他被一扁再扁 后来他死在爱州 就是今天河内的南匾 但是他的书法确实不朽 人们认为他的书法写得非常地滋魅 如蝉娟美女不胜罗矣 蝉娟美女不胜罗矣 你懂的 这个碑林的行书碑也非常之多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呈现的大唐 《怀仁吉王圣教序》 当年这个玄奘为了求取真经 多次给国家进出境管理局 上出国申请 没有人理他 和尚谁管 又没有关系 等了很长时间 既然玄奘实在等不了 走了 他17年便利南亚 成为一代高僧 回来的时候背了600多部经书 当时李世民 也不提你当年的私自出国 这不合适 不提的事 安排在《洪福寺》《易经》 《洪福寺》《沙门怀仁》 印了一部分 玄奘就申请让李世民给做了序 所以叫圣教序 这个将近2000字的碑文 碑文最后一部分是《心经》 260字的《心经》 大家知道是中国最简约的佛经 实际上《心经》有非常多的人翻译 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语文老师 咱们翻译古文老师给出三个要求 信 雅 答 是吧 翻译外国文学也是这 那还是人家 玄奘翻译的好 所以我们知道的《心经》都是玄奘翻译的 这个做好了以后 这一千多字碑文 《洪福寺的沙门怀仁》 就是玄奘的弟子了 从内府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中 一个字一个字挑出来 把这一千多字的碑文集成 据说最后实在找不着这字 国家班照 谁找到这字给多少钱 按字说 再找不着拿步手拼 总之传说得比较厉害 后来这个碑24年集成以后 号称千金铁 非常珍贵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我们看着的《王羲之书法》 没有一个字是王羲之本人写的 比如说六年前北京拍卖过一个王羲之的信 叫《平安帖》 就是写了一封手渣 27个字 这个手渣是这样的 东京的王羲之写了 王羲之死了八百年到南宋 南宋人临摩的 至于临摩的是原记 还是临摩的已经是照着临摩本临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当它是原记 南宋临摩又传八百年 传到六年前在北京 27个字 大家猜卖到二千 三亿人民币 所以太珍贵了 《易少珍记》 咸脆其中 这是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作品 碑林还有很多帝王的书法了 比如说康熙帝 比如说我们这个玄宗皇帝 李隆基 李隆基是中国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 他是黎元的祖师爷 史书上记载 玄宗多益 由知音律善八分 玄宗多才多艺 尤其知音律善八分 就是擅长这个隶书 所以他这种丰裕华美的这个隶书 开启了唐代隶书的风貌 我们知道的唐代四五十个隶书家 基本上都是在玄宗草 皇帝喜欢着 这字好办 这个也是九百三十年前 碑林最早的碑石 这个隶书是李隆基亲自说写 小字是他给孝经做的注 过去这个孝经 从汉代以来就是我们读书人 首先要读的两本书 一个是孝经 一个是论语 过去孝经最早的注本 是孔安国的注 自从李隆基给孝经做了注以后 孔安国注失传了 这个失踪了 盛唐的时候 是中国当然是顶峰时期 盛唐之音 如果我们在诗歌中举出杜甫 那么书法中就是颜真卿 如果我们在诗歌中举出李太白 我们在书法中就看到了张旭 颜真卿 中国书法史上我认为几乎是亚圣 他的书法封壮 醇厚 含蓄又充满力量 这是儒家最推崇的精神 我们贝林有七个他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他71岁 为自己的曾祖父盐亲礼所写 是中国古代楷书邮票六章之一 这个张旭断签字文 上个世纪中国贴学的大旗 沈尹默先生说 中国书法十分高妙 妙在哪里 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 无色而有涂画之灿烂 而张旭就是把书法的音乐美 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大师 而且就是一种天才的书法 中国讲究无法之法 视为制法 就是你在他这里头他就无法可依 但是又无不有来处 这是极高的一个境界 晚唐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书法家 叫柳公权 这是贝林的一个名作 中国的文物分为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 珍贵文物分为三级 二级 一级 国宝级 这个就是国宝级文物 我们刚开始那个大犀牛 十吨重的县陵 李渊目前的大犀牛 也是国宝级文物 刚才那好几个都是国宝级文物 我们有十九建筑国宝 中国绝大多数的省没有超过这个书 一个省没有超过我们这个博物馆 柳公权 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 书贵 瘦印 方通神 我觉得用在柳公权身上实在是非常地合适 他的书法瘦挺 雄健 当然所谓的柳体就是他严筋柳骨 当时他在国外都享有声誉 像什么高黎国国家来中国的时候 屁股后面都别一个钱袋 钱袋上写着这样几个字 以购柳书 就是专门装款专用 不敢在路上喝啤酒了 当时的王公大臣 如果不能够取得柳公权的书法 为自己的爸爸立碑 仁以子孙不孝 柳公权的为人也跟他的书法一样 非常地耿介 晚唐的皇帝多数都 国家这大 也不好干 也不愿意干 能力也有限 所以这工作都不怎么出色 所以有一天皇帝上朝了性质颇高 就给柳公权说 爱情怎么样才能把字写好 柳公权说 哎 这 他老也不上朝 这个上朝我再给他提一件 马上说 皇上 心正才能笔正 笔正乃可法矣 史书记载 帝为之改容 知其以笔见矣 皇帝马上脸就变了 知道是他拿书法给咱们提一件 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大书法家 这个我小时候的 中午 那个过去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 哇 我就跟我哥坐在那可破的桌子上 连的就是柳公权的玄蜜塔 就刚才那个 这是我不才上大学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八个人 四个上下铺的中间的那个小桌子上 在练柳公权的这个书法 虽然练得不行 但是柳公权的英雄形象 凝固在我的这个脑海里 碑林除了这些很严肃 非常文艺 非常艺术价值高的碑 也有一些小倾心 你比如说这个碑是 叫官帝诗竹 可能有些同志知道 这就是蛮有趣的 说明代的时候挖大运河 挖出了这个印章 印章上有几个字 汉寿亭侯之印 这是关羽的印 然后说旁边这个竹子 是关羽写的四句诗 可能大家猜一猜 从上面这个右手开始 不屑东军邑 丹青独立鸣 莫贤孤叶淡 终久不凋零 这在中国蛮有名 我们这是康熙本 是祖本 这个翻课本极多 改造本也极多 但是我们这是祖本 碑林是中国人的思想库 中国古代为了保证儒家经典的准确性 曾经七次大规模的课经 碑林收藏有前三次 第一次 《洗瓶石经》 因为这个碑在东汉末年的洗瓶年间开始课 所以叫《洗瓶石经》 当时课了五经四十六十 立在洛阳太学 这个碑立好了以后 大家知道研究东汉的最权威的史书是后汉书 后汉书上记载说这个碑立好了以后 每天来看这儿 来这儿观摩学习的《车乘日千余亮 甜色皆末》 1800年前洛阳堵车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东汉才女蔡文基的父亲蔡庸 蔡庸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书法理论家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 梁武帝 萧衍曾经说蔡庸的字 鼓励动达 爽爽有神 大家知道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双臂叫钟王 钟游 王羲之 钟游原来是在曹操的时候做过国防部长 所以有一次曹操领着国防部长到自己的一个大臣叫魏旦 也是个著名书法家 著名的智末专家家里去做客 《酒憨而热》之际魏旦非常得意 说老钟 听说你是学蔡庸的 你读过蔡庸的笔论吗 老钟说我还没读过 拿出来让你看 钟游一看这太好了 秘籍啊 我这书艺进步全靠这了 老钟 借我看看 门都没有 收起来了 然后钟游非常生气 人品很差 咱俩这关系 我就戒两天都不行 不戒 孤本能戒吗 据说钟游垂胸顿足 气得休克了 曹操给钟游喂了丹药 把钟游的心肌梗塞缓解了 后来魏旦去世了 把蔡庸的笔论随葬了 这时候钟游听说了 给手下人说 去把魏旦木挖了 把笔论给我整出来 但是蔡庸的笔论也流失掉了 没有了 但是有些话留下来 比如说书者散野欲书先散怀抱 他就讲创作的时候要有一种比较放松 要有一种无异于佳尔佳的心态等等 另外一个他的书法也基本上 不是基本上 就是全部没有了 而这个笔是蔡庸曾经参与书写的 所以范文兰在他的《中国通诗简编》里说 《蔡庸写洗评诗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就这么牛 但是这个笔生不逢时 很快立好了 你看东汉末年 后来董卓杀入洛阳砸了个一塌糊涂 后来北魏的时候两任市长都特别遵宠佛教 把这都砸了 修佛塔了 到东魏的时候首都搬到河北临璋 把这个准备往河北临璋搬 过黄河的时候一大半都掉到黄河里了 后来搬首都又搬回洛阳 一会儿又搬长安 一会儿又搬洛阳 一会儿又搬长安 总之到唐代初年魏征收藏洗评诗经的时候 洗评诗经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了 这一块碑石是二十年代末在洛阳太学出土的 是现存洗评诗经中第三大的一块 这么大 这么高 两面刻字大概有四百多字 当时一个字九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 四千大洋买了这块 幽润民国政府监察院的院长 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叫李根源 在洛阳跟他一块开国事会议 他买了九十三个唐墓志 其中包括王之焕的墓志 这九十三个唐墓志才花了两千块 而这九十三个唐墓志 当时拉到江苏省的省会苏州的时候 拉了两火车皮 就这么大一块购买四火车皮的唐墓志 37年碑林大修好了 这个碑石游人捐献给了西安碑林 后来日本人开始轰炸西安 当时陕西考古会的会长叫张福万 抱着这块碑石坐着马车 回到了老家妇屏 吊在家里后院的一个枯井里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老汉弥留的时候还给孩子说 这是余任院长的东西 一定要还给余院长 珍贵之质 当然 碑林最大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课经 就是837年课的儒家的十二部经书 叫《开诚诗经》 当时114诗228面65万字 主持这一项工作的是国家大学的 就是国子健的祭酒和总理 就是他是国家和学术的 就是行政和学术的双一把手 他叫政坛 而930年前碑林的建立 最重要的是保护这个 这是中华原点 所有的话 我们知道的名言都在里头 什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悦乎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个碑是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这个碑记载了基督教 在贞观9年的时候传入长安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 叫涅斯托里教派 这个涅斯托里在五世纪的时候 是东罗马帝国首都 今天的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主教 因为他搞了一些学术研究和创新 没创对地方 当然那是传统的基督教认为 他没创对地方 把他罢黜了 把他放逐到埃及 死在埃及 而他的教徒跑到波斯 受到波斯王的庇护 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 在那里传播得非常好 然后到贞观9年的时候 有一个阿罗本 西方传教士阿罗本 带着圣像就来到了中国 大家注意 教字的上方有一个马尔他式的十字架 这个碑石就记载了贞观9年以后140多年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史实 这个碑到了清末 1907年差一点被盗往国外 这个就是1907年6月份丹麦人何乐摩第一次来到这个碑石的时候照的一张像 当然没有可以 他复制了一块带到了美国 后来被一个阔太太买下 捐给了罗马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碑石原物在1907年的时候来到了碑里 永远地 大家看 靠墙的那个 就是大秦经教流行中国碑 这里头碑石非常多 你比如郑忠的这个 这个是欧阳巡的儿子欧阳通的道音法师碑 后面都是名碑 非常非常之多 当然1963年的时候我们碑林建立了西安石科艺术陈列室 收纳了包括昭陵六郡 剑陵的石膝在内的中国汉堂最顶级的雕塑 那是中国室内大型石 古代石科陈列第一架 这个昭陵六郡大家知道 李世民统一全国骑过的六匹战马 这个当年华盛严历本都参与过这个创作 你有些马身上都身中九箭 《中国乌雕艺术的鸭卷之作》 其中两个最完整的 大家注意 最完整的两个 最底下这个和这个友人儿这个 上市110多年前被盗往美国 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剩下的四个是四个国宝 我们的时间很紧 《碑林》是一部很大 很重 也是非常有趣的书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那看一看 你走在碑林中间 你也许会碰着王羲之 你也许会听到孔子在传道授业解惑 你也许会看到颜真卿在辉豪 我想那是人生的一个盛宴 是我们此生决然不可以错过的地方 非常欢迎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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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梦 谢谢 谢谢 鲜曲 鲜